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请听大陆新闻 外媒分析胡锦涛二十大被保安架出场原因 2022年10月22日,在中共二十大闭幕式上 前总书记胡锦涛被架离会场 据外媒报道,胡妨碍了中共党魁习近平一个党 一个领袖的野心,导致发生上述震惊世界的一幕 英国《金融时报》2月21日报道说 中共高层内斗很少在公开场合反映或暗示出来 因此,2022年,北京专制领导人习近平和其前任胡锦涛 在全世界的电视镜头前上演了最卖座的共产主义内斗大戏 2022年10月22日上午,在中共二十大闭幕式上 出现极不寻常的一幕 会议中途,坐在主席台上的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 被两名工作员强行劝力会场 视频显示,胡锦涛不愿意离开 双方将持约半分钟 《金融时报》说,习近平利用这次大会取得了第三个任期 这意味着他将成为中共的终身领导人 但有些不对劲儿 闭幕式上,胡锦涛伸手拿起面前的一个红色文件夹 另一位中共官员栗战书将文件夹从他手中夺走了 习近平随后向一名保安示意 保安将胡锦涛架起,代理礼堂 离开时,胡锦涛拍了拍前门徒总理李克强的肩膀 但离职表示了最简单的质疑 当胡锦涛被赶出去时 坐在第一排的众高官无人转身表示关心 这些人目视前方,对胡被羞辱视而不见 报道指,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两位德高望重的汉学家曾瑞生和奥利维亚 张在一本新书《习近平的政治思想》中 对这一令人不寒而栗的事件做了分析 分析说,简而言之,习近平的愿景是 以他领导的党为核心 打造一个全体人民团结的强大国家 实现中共国作为世界中心的历史地位的野心 因此,习近平的终极目的就是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意识形态,一个党,一个领袖 任何妨碍的事情或任何人 正如胡锦涛当天所做的那样,都会被处理 曾瑞生与奥利维亚,张表示 胡锦涛之所以被阻止打开红色文件夹 是因为里面的档案会透露 其门生胡春华未能晋升到政治局 习近平此举在削减其前任的权力基础 下面请听大纪元记者李延综合报道 中共发射火箭失败,令马斯克获得印尼商机 2020年4月,一枚中共火箭在发射后不久发生故障 摧毁了印尼价值2.2亿美元的Northand Terra二号卫星 这对印尼群岛加强通信网络的努力是一个打击 但这也给一个人带来了机会 埃隆,马斯克,世界上最成功的火箭发射公司SpaceX的老板 抓住了这次机会,战胜了中共国有企业长城工业总公司 成为亚加达将卫星送入太空的首选公司 印尼是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体,拥有2.7亿多人口 也是一个重要的太空增长市场 中国承包商曾以廉价融资 承诺为印尼太空雄心提供广泛支持 亚加达一位熟悉此事的高级政府官员和两位行业官员告诉路透社 这次故障是印尼从中国太空承包商转向马斯克旗下公司的转折点 去年6月,SpaceX的猎鹰9号火箭将东南亚最大的卫星 重达4.5吨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卫星送入轨道 路透社发现,SpaceX凭借发射可靠性、更便宜的火箭重复使用 以及马斯克与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建立的个人关系等综合因素击败了北京 两人于2022年在德克萨斯州会面后 SpaceX公司的星链卫星互联网服务也获得了监管部门的批准 改变游戏规则 自长城工业火箭发射失败以来 SpaceX已经为印尼发射了两颗卫星 第三颗定于本周二发射 而中共则一颗也没有发射 印尼通信部机构 BITI卫星基础设施部门主管司理 桑格拉玛、阿拉迪亚说 SpaceX发射我们的卫星从未失败 中共外交部在回答路透社的提问时称 中共航天企业继续以各种形式与印尼开展航天合作 SpaceX的交易标志着西方公司进军印尼的罕见案例 印尼的电信行业由中国公司主导成本低廉 印尼总统办公室发言人阿里德维帕亚纳说 政府在授予合同时会优先考虑满足印尼人需求的高效 有能力的技术 Citri一项目经理尼亚、萨特维卡说 与其他运营商相比 SpaceX公司的成本更低 发射槽的可用性更高 他说 他们改变了游戏规则 他指的是SpaceX公司重复使用火箭部件的能力 与竞争对手相比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成本优势 太空竞赛 SpaceX成为印尼火箭发射首选之际 航天工业的主导权之战争愈演愈烈 华盛顿和北京还在争夺卫星通信网络 根据美国咨询公司Briestag的数据 到2022年 全球卫星市场的价值将达到2810亿美元 占所有太空业务的73% 根据哈佛大学教授轨道跟踪专家乔纳森 麦克道尔的报告 在全球223枚火箭中 中共去年发射了67枚火箭 创下历史新高 其中绝大部分由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发射 报告发现 中国的发射次数仅次于美国 美国的发射次数为109次 其中90%由SpaceX完成 SpaceX的星链 拥有约7500颗绕地球轨道运行的卫星中的60% 在卫星互联网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美国军方官员称 中共希望利用卫星和太空技术监视对手 增强军事能力 中共外交部在给路透社的一份声明中称 华盛顿是在利用这些担忧作为借口 来扩大其在太空的影响力 与中共不同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主要依靠SpaceX等私人公司的火箭 这些公司与美国政府签订了数十亿美元的合同 星际基地会议 2022年5月印尼总统维多多访问了SpaceX位于德克萨斯州伯卡奇卡的工厂 欢迎来到星际基地 马斯克微笑着与印尼总统握手 维多多正在寻求特斯拉投资印尼涅液 印尼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涅储量 而涅是电动电池的关键元素 维多多去年告诉路透社记者 为了向马斯克示好 他还提供了税收减免 开采涅矿的特许权 以及购买电动汽车的补贴计划 维多多的发言人德维帕亚纳向路透社证实 马斯克和总统讨论了在印尼的机遇 并补充说 印尼官员仍在与这位亿万富翁 就其企业未来的投资进行沟通 据一位直接知情的消息人士透露 在这次访问后的几天里 印尼官员开始讨论马斯克的另一项义务 星链 印尼国有电信公司Telcom的子公司 TelcomSight前首席执行官恩迪·菲特里 赫连托告诉路透社 TelcomSight对此表示支持 德克萨斯州会议后不到一个月 Telcom宣布其子公司获得了星链登陆权 赫连托说 几个月来 该电信公司一直在寻求监管部门的批准 以便TelcomSight可以使用星链服务 进行蜂窝移动网络回传 或将移动基站连接到其网络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